第一 一千三百八十八级 你会死得很难看的 王武冷笑了一声 他和叶昊轩一起走到全场的正中央 他盯着叶昊轩道 现在认输还来得及 还没打怎么就认输了呢 叶昊轩咧嘴一笑 拜托 没有你这么自信的人吧 我觉得就算是打不过 那也得试试啊 不然的话我肯定会不甘心的呀 那恭喜你了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你恐怕都要在医院里面度过 我建议你带点防护的东西吧 不然伤到了你也不好啊 不用 既然是打 那我们就要抛开一切规则 那样打着才有意思 也能分辨出一个人的实力 到底怎么样 你说是不是呢 行 既然你自己找死 那就不要怪我了 王武冷笑了一声 他大喝一声 然后提气迅速地向前奔 中途他双腿在地上一蹬 然后半空中一个漂亮的 三百六十度的旋转 以一个漂亮的姿势 向叶好轩翻去 他这是故意炫耀 他要用最绚丽的招式 华丽丽地把叶好轩打败 最好是秒杀 让这家伙知道他的厉害 而且他这一招空中旋转侧踢 也着实漂亮 他的学员们都是高声的喝彩 花架子中看不中用 叶昊轩冷笑了一声 他盯着半空中的王武的身形 看准了一个时机 然后猛地向前 然后一脚踹出去 烫 叶昊轩这一脚 正中王武的腹部 王武的这个旋转梯 还没有用完呢 就感觉到腰间一疼 然后他的身形 猛地就向后倒飞出去 紧接着扑通一声 这家伙的身体 乘着垂直的姿势 落在了地上 他身后的平方 都被他撞得粉碎 王武的那一帮学员们傻眼了 他们鼓掌的动作 这都僵在手上了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事情到最后 居然会演变成这样 我拜托呀 是他们战无不胜 号称战神一般的老师吗 这个还是他们 号称在黑拳场上 能打败全场无敌手的 王武大拳击手吗 不是说好的很厉害 可是现在他居然被人一脚踹飞 这 这是秒杀呀 赤裸裸的秒杀 所有人看向叶浩轩的目光里 多了一些敬畏 他们不知道叶浩轩居然会这么厉害 他们这些人 本来在跆拳道馆里面被灌输的思想 就是跆拳道是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拳法 可是现在呢 这个号称世界上最厉害的拳法 居然被人秒杀了 一瞬间跆拳道的地位 在所有人的心里都动摇起来 意外 这次绝对是个意外 王武挣扎着站起来 他捂着腰部 刚才叶浩轩那一脚虽然不重 但也绝对不轻 他感觉自己的肠子都好像一味的意外 意外吗 那好啊 那咱们再来一次 看看这一次还是不是意外 叶浩轩笑了 他向着这家伙招招手 王武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他强忍着腰部的疼痛 然后大叫了一声 猛地又冲了过去 这一次他老实多了 不再用这种绚丽的套路了 他大吼一声 然后猛地向前 侧踹出了一脚 砰 他的身体再次倒飞出去 这一次比起上一次更加的严重 而叶浩轩也没有一点 投机取巧的样子 实实在在地飞起一脚 踹在他的脚上 扑通一声 王武侧翻在地上 这一次 他两只眼睛一翻 彻底地晕倒了过去 其实一上场就被人秒杀 没有比晕倒更能躲避 他学员目光的事情 所有的学员们都睁大了眼睛 目瞪口袋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好了 搞定 叶浩轩拍拍手 他呵呵一笑道 他们的跆拳道 不是号称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功夫吗 不堪一击啊 厉害 梁佩山对叶浩轩伸出了一个大拇指 傻着干什么呢 愿度服输 把你们压上的东西 全都拿出来吧 叶浩轩冲着那一群傻 站在当场的学员们挥了挥手 然后毫不客气地把他们压上来 作为下注的东西全部都收了起来 请问 这是滑下功夫吗 终于有人忍不住开口问了 当然 这就是滑下功夫 叶浩轩笑了笑 他回头道 虽然你们是学跆拳道的 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们 真正的功夫 不是一招一息就能练出来的 想要成为真正厉害的高手 你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才行 我不否认你们现在 练得跆拳道见效快 而且招式华丽 但这只是表面的一些东西 不注重内在功夫的修养 就算是表面的东西再厉害 也只不过是一些花架子罢了 老师 你能将我们划下功夫吗 有人兴奋地问道 不好意思 我不开武馆 我只是一名保镖罢了 叶浩轩笑了笑 虽然现在社会里 不像是以前那样 有很多江湖恩怨 但是武道 是一种精神 它并不是争强好胜 而是一种自保的手段 一种强身健体 犯我必诛的精神 想要学习好功夫 首先要纠正好你们的态度 我建议 你们还是去找一些 华夏的武馆去学习比较好 虽然前期的效果不大 但是能起到强身健体的效果 你们都是一些个养尊处优 活动量小的人 去学习内岗 对你们是有好处的 好的老师 我们记住了 跆拳道推垃圾了 果然和那个国家的人一样 只会吹牛逼 我们去学滑下功夫吧 不然哪天我们把自己的东西丢了 那棒拨的人又会说 滑下功夫 是起源于他们的国家了 就是呀 既不可失 我们快走吧 不要在这个鬼地方浪费时间了 这些学员们纷纷解下了自己的腰带 脱下了他们的练功夫 三三两两地离开了 今天来的这一笔钱 可是意外之财啊 梁佩珊显得十分高兴 她平时忙于工作 根本没有下过注 玩过一次 所以她觉得十分地刺激 你呀 平时就是把自己看得太紧了 所以平时需要放松一下 成天地处于一个紧张的工作环境 或者说 让自己处于一个压抑的状态 时间长了 会抑郁的 对的 我决定了 以后每周的周末不工作 我要给我自己一点时间放松 这样下去的话 我真的会成为一个机器人呢 梁佩珊笑道 她数着手里的钱 虽然刚才迎来的钱 对她来说简直就是毛毛雨 但是她却很开心 因为她从来不知道 原来钱也可以这么挣 这可是一笔意外之财啊 走 我请你喝酒去 今天晚上不回去了 梁佩珊收起钱 对叶浩轩微微一笑 叶浩轩今天才发现 原来每一个冷漠的女人 都只是一副外表罢了 在她们那副冷漠的外表下 都藏着一颗火热的心 梁佩珊就是这样的人 她平时一副扮着脸 冷冰冰的样子 但是今天 她完全放松下来的时候 叶浩轩才发现她有多疯 这是一家不算太大的酒吧 舞池中 梁佩珊跳起了蜡舞 她露出了自己热蜡狂热的一面 几乎是在瞬间变成了整个酒吧的热点 欢呼声融成了一片 梁佩珊似乎是永远 也不知道泪一半 要不是叶浩轩拉着她到一边休息 恐怕现在她还是不肯停下来 很开心吧 叶浩轩递上了一瓶果汁 开心 不要给我果汁 我要酒 梁佩珊摇摇头 她整了一下头发 刚刚那一幕真的是太疯狂了 她现在还没有从刚刚的激情中反应过来 以你的身份 就算是去娱乐 大多数的时候 也是那种逼格比较高的叶总会吧 像这种地方 你之前一定没有来过 叶浩轩为她换了一杯鸡尾酒 以前来过 不过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 那时候和同学们一起 经常来这里娱乐 梁佩珊喝了一口 她笑了笑 一晃就是十几年过去了 想想那个时候 真的是开心 根本就无忧无虑的 现在呢 你已经一跃成为梁氏集团的老总了 你想要的都有 反而不开心了吗 叶浩轩反问 对啊 现在反而有些不开心了 梁佩珊叹了一口气 虽然现在的地位必前高了 但是我还是感觉不开心 因为烦心的事更多 老天是公平的 赋予你一些东西的时候 也会夺取你的一些东西 所以我们没有资格不开心了 不管是什么原因 我们都要开开心心的生活 说得容易 到底谁都懂 但如果真的做起来的话 会很难的 梁佩珊笑了笑 但是今天呢 我们先不谈这个了 我好不容易出来放松一下 不想提那些不开心的事情 那好 休息一下 我们继续去玩 叶浩轩笑了 难得他有这么好的兴致 他该游着他才行 梁佩珊拉着叶浩轩跑到了五池里 继续疯狂了起来 等两人从酒吧里走出来的时候 已经是快凌晨了 刚刚在里面那么的疯狂 梁佩珊的体力消耗得着实不少 他吃的那碗面 早已经消耗得干干净净了 饿了 有东西吃吗 尽兴了之后 梁佩珊的肚子开始不争气地叫了起来 有 不过还是地摊 你要是不觉得不卫生的话 我们就去吃点 呃 不管那么多了 带我去 梁佩珊看看时间 现在高端一点的餐厅恐怕都关门了 就算是开着门的 也是一些偏僻街道的小吃店 烧烤店这种大排档 一般都是营业到很晚的 而且这个地方 临着的是一条商业街 也有很多娱乐的地方 娱乐场所一般下班都很晚 所以这里的烧烤摊 就算是在深夜 生意也很好 老板 来十串羊肉串 各种素的昏的都给我各来几串 两扎啤酒 叶好轩其实还是比较喜欢 在这种地方吃烤串的 因为这里吃起东西来才有感觉 只是梁佩珊从来没有到过这种地方 吃东西 看着烧烤炉上的木炭 以及冒出的青烟 他有些无语地说 确实有些不卫生 这真的有点超乎我的想象 这里的东西能吃吗 放心吧 我是医生 能不能吃我说了算 而且 我经常来这种地方呢 其实我觉得 你是一个不差钱的主 梁佩珊看着叶好轩 你从哪里看得出我不差钱了 叶好轩微微地一争 从你的言行举止上 都能看出来你不差钱 梁佩珊笑道 不过我觉得 你比较接地气 虽然是有钱人 但是融入不到有钱人的生活里 你的意思是说 我是土鳖吗 叶好轩苦笑了一声 我可没有这么说 梁佩珊盯着叶好轩 他突然笑了 我只是说 你跟别人不一样 不像是有些人呢 仗着自己有钱 不把任何人放到眼里去 那种人 我也见过的多了 叶好轩双手一摊 两人点的东西 很快就送了上来 看着色相有些不佳的食物 梁佩珊多多少少的 还是有些犹豫的 但是看到叶好轩吃得 津津有味的 再加上他也确实是 有些饿了 味道不错的 尝尝吧 我保证 你吃了一口之后 就停不下来 咬咬牙 梁佩珊还是拿起了烤串 小小地吃了一口 只是小小的一口 那种辛辣又可口的味道 让他再也停不下来 他吃起来 居然比叶好轩还要快 怎么样 好吃吗 叶好轩一边吃一边问道 嗯 嗯 不错 好吃 梁佩珊一点头 的确 这种味道是他以前 从来没有吃过的 一来 新鲜 二来这里的老板 烤串也确实有一手 用老板的话说呀 祖传的秘制烤架 让你吃一口 就完全的停不下来 梁佩珊彻底的不顾形象了 他在这里和叶好轩 抢串吃 抢酒喝 一时间这个总裁的风度 全无 但是有些人 是属于天生励志的 他这样的做法 非但没有损害他一点的形象 反而让他更加的接地气 一时间 他把周围的目光 全部都给吸引了过来 哎 这妹子 是个厨 你们信吗 在个角落里 一个大汉光着膀子围在一起 他们吃的热火朝天的 有些人连衣服都甩了 一名大汉应该是这群人的头 他脸上长着一脸的大胡子 而且看这群人 凶神恶煞的样子 恐怕不是什么善类 哎哟 大哥 月女无数啊 这都能看出来 厉害 真的是太厉害了 人群中唯一一个 长得像是奶油 小生模样的男人 大笑道 大哥 要不 我去帮你问问电话 去吧 小白 嘿嘿嘿 你可是号称 闷儿迷的 有你出马 我相信你一定能行 哈哈哈哈 大胡子大笑道 是啊 有你出马 你一定能行的 小白 去 加油 一群人起着哄 那好 让我闷儿迷出马 绝对没有搞不定的事情 来 我们试试 那个小白脸 站起来 他竟只走到了 梁佩山的身边 皮笑肉不笑地说 哈哈哈哈 美女 赏个脸 我 滚 叶浩玄放下了 手中的杯子 淡淡地吐出了一个字 他继续地吃着烤肉 似乎是没有把这个家伙 给看在眼里 他妈的 不管走到哪里 都会有些傻逼们上门来找不自在 能不能让人安静地吃一顿饭呢 那能不能让人安生一点 他不想打人呢好不好 不 不你谁啊你 小白不爽地看着叶浩玄 我是他的男人 你当着我的面勾到我的女人 你还问我是谁 叶浩玄怒了 他站起来盯着小白道 三秒钟 滚 你 梁沛山满脸痛哭 叶浩玄居然说是他的男人 这让他有些羞涩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生气 反而 叶浩玄那种霸气的样子 让他有些小兴奋 天哪 这么霸气的一个男人 一举一动都充斥着浓浓的男人味 你妈 小白才不吃叶浩玄这一套 他伸出手指指着叶浩玄叫开骂 但是他感觉到自己的胸口一痛紧接着 一股极大的力道从他的胸口传了过来 伴随着鼓烈的声音 他扑通一声向后倒去 一路上人仰马翻地撞到了不少的桌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